好回來啦 我們繼續吧 第七天的冒險展開 今天要幹嘛 我們今天要 我打算把神秘湖裝地圖全部都探索過 然後目前右半部 這一區塊 這一區塊 已經探索完畢 對 然後左邊這邊一大塊 大概還有三分之二都還沒探索 然後我們現在位置在這個位置 我們先去 這裡看看好不好 這裡有一個洞穴 好 我們先去那邊看看 走 現在是白天還有13個小時 喔 極度口渴 喝一下水 被你抓到 我在開直播 我開直播又沒有 又沒有秘密的開 什麼意思啊 我每次開都會發文好不好 體感溫度-19 體感溫度-19 我現在身上負重是很OK 而且身上還有 那個 回燒木可以生火 所以不用擔心 會在外面冷死 看一下 地圖是寫 直直走 這裡有點複雜 這裡沒有路 這邊是要走雪地 應該有機會吧 我不知道欸 走哪 這邊已經下坡了 欸 我覺得會迷路 我有點害怕 欸 我覺得會迷路 我有點害怕 欸 我覺得會 照遠路回去好了 我不要去那個地方 算了 放棄 地圖上面有腳印的那種 都很難找欸 好 現在我們可以看一下 之前走的位置的腳印 回去 等一下 算了 我們先回房子 閉函一下好了 然後 閉函這段時間我們看 昨天拿到那本書 就是射擊的書 雖然現在還沒有槍 不過先讀一讀 我們來研讀一下 可以看4個小時 現在是多久了白天 考慮一下喔 待會看完書 我們到這裡好了 這裡應該比較好找 這裡有一個房子可以生活 然後 我們先去地圖左下這個位置好了 Trapers Homestead 這裡有一個可以睡覺喔 不過4小時應該是走不到 我算一下喔 欸 其實走得到欸 等一下 你們看不到 我剛剛都沒有開地圖 我們先到這邊 然後 等一下帶回去左下角 應該是狗應該是狗的時間 喔 看完了 喝水喝水 麵包穴 麵包穴丟地上 麵包穴太小了 看不到啦 欸 外面好 天氣好棒喔 呃 應該是右邊這個位置 呃 應該是右邊這個位置 屍體在這邊 所以 直接切進去好了 喔 有了 欸這 眼睛 這距離直接看得到房子欸 走 我們去那邊 屍體是白龍的最愛 是什麼啊 聽起來快怪的 笑 這種木質啊 都撿起來 因為 他不需要花時間 然後可以拿來加到 英火裡面 東西丟地上會嚇死嗎 不會 這不是晃島求生 這是極地生存 誒 是這一間嗎 進去看一下 裡面有東西可以拿嗎 看起來爆掉了 發現新地點 陷阱地區 這裡可以生活 沒錯 就是這裡 好 我們看一下地圖 我們現在在這裡 這個位置 然後發現新地點 然後 等一下可能會經過那個 有熊的地方 看一下齁 接下來的路都沒有 都沒有明顯的地標了 我們要到這個房子 有點困難 我想一下 盡量避開熊的位置 那我們先直直往下走 然後到邊緣 再靠邊緣走 好 而且那邊有一兩個屍體可以撿 看一下齁 直直往下走 所以是 要對一下防衛 好 所以是這個位置 直直往前走 喔 有點害怕 可能會迷路 好 走 出發 我走這裡到底這不對啊 左邊有 左邊那什麼東西啊 喔 火車 啊 我看一下喔 沒錯沒錯 你繼續直走 沒錯 然後 直走應該會看到一個屍體 對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先專心走一下 我現在不能分心 還好我這邊颱風不嚴重 所以 還可以買一道東西吃 不用窩在被窩裡吃泡麵 而且沒有那麼冷 欸 有樹苗可以撿 撿一下 撿一下 我現在找到這裡是哪裡啊 撿一下 撿一下 喔 有屍體 耶 畫素苗也拿到了 這可以拿來做那個 劍桿 哇 要睡覺了 有一個屍體 所以我現在有位置應該是在 這裡 這個位置 欸 還是這裡喔 啊 這邊 這邊才對 所以我沿著 靠著邊邊走 一直走走走走走 就會看到 這裡還有一個屍體耶 我們等一下去找這個好了 一切都還蠻順利的 喔 一個可以做四個 但我想說一個只能做一個也太難了吧 也太難了吧 哇 這是上坡 屍體在這個上坡路上吧 好 你走一下 看一下 好 你走一下 看一下 好 應該也很難吧 開始播杯上音樂了 等一下 這裡看起來又是會迷路的 樣子 這樣 我專心的玩一下 沒有靠任何屍體喔 如果有石鐵 我這個高度應該看得到 欸 有了 看到了 YES 找到了 就是你 這超不顯眼的 欸 這感覺 這個冰城是不是會爆裂開啊 馬克斯的最後抵抗 喔 沒錯 就是這裡 找到了 爛欸 沒東西 好 所以前面那邊應該是龍洞 不是龍啦 熊 好 然後我們沿著左邊走 會穿過兩個石頭中間 就會到房子了 有VR嗎 這遊戲我不知道有沒有支援VR欸 欸 看到房子了 是那洞嗎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喔 那洞是這個 好 我們去往那個方向走 欸 視野很棒欸 衝完然後會打完電腦嗎 不會啦 欸 等一下 大家看這個畫面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這個畫面就是 遊戲開始的登錄畫面 好爽喔 等一下 這裡要拍一下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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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有在錄實況 欸 這個畫面太 太經典了 酷 好多鹿喔 而且羽毛我真的撿蠻多的 看一下現在身上浮走 哇 鹿的毛皮 我也可以拿了 呃 30分鐘 欸 生個火 生個火 我想直接用助軟劑了 有點懶 懶得等 欸 那個 射擊的那個看完了嗎 喔 看完了 好 直接拿一點 欸 喔 這種防風的地方啊 生活的機率變很高 是不是 我完全沒有用助軟劑欸 它成功機會百分之百 也太強了吧 喔 S12截圖 OKOK 因為我很怕按到那個實況程式的那個快捷鍵 然後就終止 終止實況 我不要RX 這邊亂按好了 這遊戲玩很久嗎 很久啊 這遊戲一開始出的時候我就玩了 可是中間有一段時間沒玩 所以現在算是回來玩的 回來剛玩這樣子 先採收然後待會睡個覺好了 嗯 好 都採起來 內障也採嗎 好啦 也採 一個小時 OK 欸這款遊戲 應該是我先玩的吧 雖然先玩後玩不是重點 可是你們要搞清楚 這個遊戲我一開始出就完了 兩年前在最開始測試版的時候我就在玩了 搞清楚先後順序好嗎 兩個小時 好了 OK 拜託拜託不要有風雪 OKOKOK 太棒 這邊有兔子還有路欸 這房子裡面到底有什麼 欸這有墓碑 這是墓碑嗎 是欸 好 好 直接出去 要繞一旋 欸 這房子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看一下地圖喔 阿沒錯啦 我們要去的就是這裡 這裡面還有保險箱 看一下 進去 喔喔 今天晚上就是住這裡沒錯 補獸者的小屋 進水片 身上獻豬又拿到一個 看一下 先打大概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獵刀 欸這就是你們之前說的那個獵人小屋嗎 東西好多喔 欸超多的欸 欸有槍 我拿到槍了 太棒了 twelve 一盒子彈 我現在只到17個欸 好爽喔 這個會不會把房子燒起來啊 丟旁邊 等一下我身上護照 等一下我現在是不是該睡個家得起來搜索啊 有點太累了 還好還可以 沒關係 焰火彈 這個是 幸好想有的吧 鞋子太棒了我要穿鞋子 等一下卡彈爆炸又是結束了 新槍的 有有有有我身上也有新槍的吧 對我看一下我身上清槍已經百分之百了 我們花點時間清槍好了 沒關係先搜索 搜索完再搜 哇好多東西啊 誇張喔 等一下我副作已經超過了 我先把槍丟立場好了 以後一定會超過30kg的 只要有槍很容易就超過了 這槍其實 只有在你在遷移 遷移你的住所的時候 或者是 或者是你要出去打獵的時候就待在身上 不然他其實 角色太容易累了 完全不 是完全不划算 好 好了 我們開始清槍吧 嗯 休想一下喔 好 我們坐在這個椅子上清槍吧 一次閃 哇這槍的狀態太爛了吧 好清一下清一下 喔我我我我會殺熊嗎 我我現在已經學乖了 如果要殺熊的話 我會在那個 房子旁邊 然後打他在槍邊 先躲到房子那邊 就是之前有一個 琉璃的白粉告訴我的方法 惡靈古堡有啊 以前啊以前問過 我那時候玩是第三代吧 20過83 然後之後的我都覺得 改成第一人生死角 都覺得不好玩 沒有那種感覺 什麼感覺 欸我也是可以清加6了耶 因為清槍技能升高了 等一下我現在疲憊狀態 喔 我的獵槍槍械的 等級已經升到2了 看一下喔 他寫說 致命級的機會增加10% 每次修復行動2狀態 你稍微有一些射擊的經驗了 你射的較為精準了一些 喔 好我們繼續清 把它清到百分之百好不好 好 這聲音怎樣 聽得很不舒服 槍恢復到百分之百 然後我們清槍 清槍道具 快損壞了 我們把它 丟地上 然後換這個 這個是百分之百的 然後吃東西 躺平 為什麼不拍VR 因為我沒錢啊 欸那個很貴耶 你要拍VR的設備跟電腦都很 都要很高級才有辦法拍 好9個小時 躺平 睡7 8個小時 新的一天 第七天 第七天 生還完了 好我們來寫下日記 好 我們 休息一下 而且外面現在風的聲音聽起來是不太能出去 超過40還可以跑 欸不行啊 只要負重的話 我就 我就沒辦法出門了 因為我要走的路有點長 就我等待 我期待那個幽浮的出現 好 就是一個凸起來的石頭就對了 我懂你意思 這個 好誇張喔 天啊 進去